因為其實很多那種腮紅 大多都做單色的 但它是做成健身的 好緊漂亮 這支也很棒 修容 在臉上的話 一定是整個結合我們的臉部輪廓 化妝就是需要的這種舒服的東西 是一個感受 今天是底妝喔 好我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喔 這一個這一個 像這款的話 它其實是微霧光澤感 可以針對於說 我們夏季東西出油出汗的話 它可以貼我們皮膚長達48小時不脫妝 超厲害 我覺得重點是它的質地 跟光澤感真的是很漂亮 它其實它的膚質啊 比如說像毛孔啊 瑕疵啊 都可以遮得一乾二淨 而且它的柔霧光感 看起來也很好的樣子 可以比較好看 有有有 超強的 而且很快速 嗯 操作簡單 重點是很厲害的是 它裡面還有SPF的50系數喔 春天直外線很高很大 像這款的話 就可以針對直外線部分 去做一個恍惚動作很好 嗯 還有 對 那我們這次呢 我們可以選擇 比如說像定妝噴霧的這一支 取代於蜜粉 因為蜜粉上完之後 會有比較霧感的妝感質地嘛 那這一支的話 其實它的噴霧非常細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真的很細耶 而且它其實拍完之後啊 不會像蜜粉那種很霧的感覺 它會有光澤感喔 有沒有 哦 然後讓你的底妝更加貼合 沒錯 哦 在這個季節裡面 關鍵應該就是在於 要有氣色 對 然後活力 活潑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 它的健身超漂亮的 沒錯 因為其實很多那種腮紅啊 大多都做單色的 但它是做成漸層的 超級漂亮 然後它的粉質非常的細緻 我們在試色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完整的色澤變化 就像是一個夕陽一樣 它顯色度很好耶 沒錯 而且貼合度非常的高 就是這個 非常的漂亮 對 馬上就有漸層 超方便的 如果你今天出去玩 想要一盤就搞定 不想要帶太多修容啊 打亮啊 其實這種漸層塞紅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藏掉不脫妝這一支啊 而且它這一個是眉膠 所以它不管是在抗暈染啊 持妝度方面都非常的棒 欸 它很有專櫃 擠擠感的那種包裝耶 沒錯 而且它這種沾染式超方便的 超顯色 馬上V級 而且有些膠狀 最怕的就是上上去很快狀 它超滑順的 對 所以它可以畫什麼 比如歐美那種流線型的眉毛 我覺得超大的 好感 真的 我覺得這支超很棒耶 這個一定也要 因為我們剛好強要不脫妝 這個眉粉其實也可以拿來做 遞一下眉毛以外 而且可以打造出 跟自然柔和的眉毛 而且它這一款啊 我很喜歡 它也是漸層 漸層超重要的 連眉粉也要漸層 為什麼它漸層 你看 它有白色的 所以它可以做打亮眉骨以外 而且像眉頭 我們最怕就是畫過重 像這一個就超 你可以畫柔和的眉頭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搭配一起使用 效果會超好 而且它這個色澤感覺偏冷色調 也很適合畫鼻影 對 鼻影一定要啊 這樣不用去做醫美了 一定要平起來 靠這一盤就夠了 對 其實這一個 切盒 它很適合我剛剛說的這個 活力感 這個橘色系 而且它其實這一盤裡面就有六色 有霧面也有珠光 它這一盤真的在日本賣得很好 很火 非常的 這個橘 接合 然後 好顯色喔 對 你看 很漂亮 很漂亮 超顯色的 對啊 沒錯 我想看它的珠光 而且你看它的氣質珠光 很棒 很高級感耶 對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極感 我覺得這個你 要把它納入選擇 它可以跟我的腮紅一起去做一個搭配 一定要 而且它六個顏色 就是魔力感 沒錯 但是畫眼影器大家很怕就是眼皮塗掉 所以像皮膚有的時候 對 所以我剛好看到一個東西是這個 眼底膏 它其實質地還蠻滋潤的 而且它在貼合粉質上面的效果也很好 它很貼 就可以找到我們不脫妝的效果 而且它是橘色 帶橘色掉 所以它可以修飾眼皮安全 而且我覺得它的包裝非常的高 對 那眼妝 怎麼可以少了一個睫毛膏 還有眼線 嗯 而且它是號稱雲點零一極細的眼線 所以拉眼尾真的是超方便 就有些像女孩就手會抖啊 或拉眼尾拉得不好看的人 這時候就可以選用這一支 除了眼線以外接下來就是睫毛膏 睫毛膏這一支 這真的不能不趴 它真的太厲害了 對 因為真的它除了高防水以外 它的刷頭有沒有 是除了有點彎的 它可以完全貼合我們的眼線 所以連根部都超好爽 而且我覺得有從根部先刷睫毛 可以讓你的睫毛卷焦度持久一整天 這個真是非常的關鍵 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說到 我們要不脫妝嗎 所以我這次就是比較想要挑選霧面質地的 哦 霧面嗎 對 Coutry是這一支 這個色號是030 嗯 它是比較偏風塘中 你看 它延展性很高耶 而且它暈開後顏色非常的漂亮耶 非常漂亮 而且雖然說它是霧面的唇釉 但是它的質地是比較偏輕盈的 嗯 不會顯唇紋 對 沒錯 而且像我們就是春季啊 它也是算是一個再換季的過程 所以如果說唇部比較乾的女孩們 這一支 而且這個顏色看起來搭配整個 我們剛剛選的一些色彩 也是非常白搭 嗯 而且你看我剛才剛擦完喔 它已經乾了 它已經乾了 它完全不會轉定 完全不脫 完全不轉定 你們剛剛所說的層次感什麼的啊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刷子 真的不能少 它的設計是立體的 無論是什麼角度啊 你要打圓打斜 或是我們上頭比較尖的這一塊啊 去做打亮 都很方便 對 像是我們的太陽穴西字部位啊 或是我們的美谷這邊的大溪的部位 它都可以一隻搞定 因為它會是在我們打造妝容前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光景 對 沒錯 這支也很棒 修容 它的斜角是符合我們亞洲人的輪廓 對 它真的很軟 而且你看喔 它這樣放上去 在臉上的話一定是整個是貼合我們的臉部輪廓 對 化妝就是需要這種舒服的東西 對 是一個搶手 而且還可以搭配它裡面的這個遮瑕刷 像剛剛我們的氣墊不是是用拍的嗎 但其實有些小細節 我們還是可以運用到這種遮瑕刷 在我們的眼周啊 嘴角 鼻翼邊 去幫它做加強 看起來大家感覺今天 都非常的精準地挑選了我們的必備單品喔 那就讓我們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 春遊不脫妝的妝容打造吧 我們這次選用的是柔霧款的氣墊粉餅 比較針對於說容易出油出汗的狀況 而且它裡面含有獨特的柔霧粉底顆粒技術 可以長達48小時不脫妝 那我們這次不使用氣墊粉布反而使用的粉底刷 妝容會比較飽透自然之外 同時也能兼具有遮瑕效果喔 那我們這次使用的是美妝蛋搭配定妝盆物 我們直接在於美妝蛋上直接噴散定妝盆物 以垂直的方法按壓於我們臉部肌膚上 那這樣的方法可以讓我們原本的底妝 可以維持一樣的光澤感 而且也一樣有定妝的效果喔 因為眉毛最常掉色的地方是眉尾 所以今天特別使用了眉膠 那在流汗或是出油的時候 眉尾就更不容易脫妝 而且特別搭配眉粉定妝眉膠 還有暈染眉頭的方式 所以可以打造出自然融合的眉毛 那在特別使用白色的粉末打亮眉骨 讓眉毛更乾淨更立體 為了讓整個眼妝更顯色更不會掉色 這次使用了橘色的眼底膏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的眼影 顏色更飽和而且更不會暈染 那這一次特別要打造出女孩的青春活力感 所以使用單色的亮橘色暈染這個眼窩 最後加上防水型眼線 填滿睫毛根部 讓眼睛更有神 搭配纖長型防水睫毛膏 讓眼妝清新 不搶走眼影的風塘 我們這一次選用的顏色是比較偏向楓塘的顏色 那它可以跟我們的眼妝以及腮紅做一個不一樣的對比 讓整體的妝容看起來更加和諧更加的活力 那我們選用的質地比較偏向濕容 保濕度也比較偏高的唇釉 然後整體在換季的春季裡面 不會讓你的唇覺得乾乾的 讓它可以在外出的時候 吃吃喝喝都不會有煩惱 也不用一直擔心要補妝喔 吃喝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